二十一三体远征寒冷黎明中的大地上空荡荡的一无所有 没有金字塔,没有联合国大厦,聚摆纪念碑也不知去向 只有黑乎乎的戈壁滩延伸到天际,与它第一次进入这个世界时一样 但汪淼很快发现,这只是自己的错觉 那戈壁滩上密密麻麻的小石块,竟都是人头 原来大地上占满了人 汪淼站在一个稍高些的小球上向下看 这,秘密的人海一望无际 汪淼大致估计了一下数量 仅目力所及的范围就可能有几亿人 他知道,三体世界的所有人可能都聚集在这里了 寂静笼罩着一切 这几亿人造就的寂静有一种令人窒息的诡异 这黎明中的人海正在等待什么 汪淼看看附近 发现所有的人都在仰望着天空 汪淼抬头望去 发现星空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 群星竟然排成了一个严整的正方形阵列 但汪淼很快发现 这一片排成正方形的星星 可能只是位于行星同步轨道上 银河系的星海成了后面一个暗淡的背景 这个正方形相对于背景有明显的运行 正方形阵列中靠晨光一侧的星体亮度最高 发出的荧光能在地面上投出人影 向后面亮度逐渐减弱 汪淼述了数 阵列的一边上有三十多颗星体 那么阵列中的星体总数是一千左右 这显然是由人造物构成的阵列 成一个整体 在群星的背景上缓缓移动 看上去充满了庄严的力量感 这时 站在旁边的一个男人轻轻推了推他 低声说 啊 伟大的哥白尼 你怎么来得这样晚 整整过去了三轮文明 你错过了多么伟大的事业啊 那是什么 汪淼直指太空中的星体阵列问 那是伟大的三体星际舰队 马上就要起航远征了 这么说 三体文明已经具备了星际远航的能力 是的 那些宏伟的飞船都能达到十分之一光速 十分之一光速 至少在我的知识范围内 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但对星际航行来说 还是慢了些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那人说 关键是要找对目标 舰队的到达站是哪里呢 四光年外的一颗带有行星的恒星 那是距三体世界最近的恒星 汪淼有些惊奇 距我们最近的恒星也是四光年 你们 地球 哦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在银河系的大片区域 恒星的密度十分均匀 这是星群引力漫长调节的结果 占相当大比例的恒星 之间的间距就是在三到六光年之间 这时 巨大的欢呼声从人海中爆发 汪淼抬头一看 太空中正方形星阵中 每颗星体的亮度都在急剧增加 这显然是他们本身在发出光来 这光芒很快淹没了天边的晨曦 一千颗星体很快变成了一千颗小太阳 三体世界迎来了辉煌的白昼 大地上的人们都向着天空高举双手 形成了一望无际的手臂的草原 三体舰队开始加速 庄严地移过苍穹 掠过刚刚升起的巨月顶端 在月面的山脉和平原上 投下蔚蓝色的光晕 欢呼声平息了 三体世界的人们默默地看着他们的希望 在西方的太空渐渐远去 他们此生看不到结局 但四五百年后 他们的子孙将得到来自新世界的消息 那将是三体文明的新生 汪苗与他们一起默默地 遥望着直到一千颗星星的方阵 缩成一颗星 直到这颗星消失在西方的夜空中 字幕出现 三体文明对新世界的远征开始了 舰队正在航程中 三体游戏结束了 当您回到现实时 如果忠于自己曾做出的承诺 请按随后发给您的电子邮件中的位置 参加地球三体组织的聚会 请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